一飞全清天下 作者 陈九 颇奖 唐醋 马蹄酥 第237章 蒙动 不自知 您初九根本不听陌生医的解释 看陌生医的眼神就像是看垃圾一般 别把自己说得这么高尚 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明白 您初九这番话并不是针对陌生医 而是他打从心底反感 打着为人类造福的旗号 不断迫害人类的行为 老夫要明白什么 老夫这么些年研究出来的方法 不知医好了多少人的病 陌生医一脸铁青 不接受林初九的指控 你这些年为了研究新方法 新药方害死了多少人 我虽不知陌生医你私下做了什么 但从你今天所说的话 我可以肯定你医好的人 远远没有你害死的人多 陌生医研究出来的新方法 除了他自己外 根本不会交给旁人 而他一个人能医的病人 实在有限 我 陌生医脸色苍白 却不知要如何辩解 陌生医 大夫应该是以既是救人为本 而不是像你一样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踩着他人的尸骨往上爬 林初九一脸鄙夷地看着陌生医 眼角的余光扫上神色不渝的皇上 林初九很不厚道地补了一句 陌生医 我现在不仅对你的医术产生怀疑 也对你的人品产生怀疑 依你这种拿人命不当回事 对生命不尊重的品格 你真的能尽心为病人着想吗 你胡说八道 陌生医终于爆发了 指着林初九道 小王妃 你别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今天说的是你医治安王的手法 你扎下的穴位有几处是死穴 你当时的做法是极度危险的 一扎下去就会要人命 安王死了吗 没 没死你问什么 我不是想要知道原理 可是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是我什么人 有什么资格问我原理 林初九犀利地反击 语气傲然 完全不负在萧王府的软年 墨神医似没有想到林初九会这么强硬 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一连串的质问丢出去后 林初九并没有再逼问 而是收起锋芒 端起桌上的茶 喝了一口 转而看向皇上 语气温和的道 皇上 还有别的事吗 如果没有 我可以回去了吗 能让萧天耀刮目相看的女人 果然是有其独特之处 使她低估了林初九 皇上收敛心神 温和的道 有 紫安想要见见你 你去见见她 光看皇上此时的神情 绝对想象不出 皇上恨不得撕了林初九 是 林初九顺从地起身 完全没有面对墨神医的尖锐 周贵妃一直将自己缩在角落里 不敢吭声 见林初九起身 才上前的 皇上 臣妾领霄王妃进去 去吧 皇上没有为难两人 语气更是难得的温柔 林初九道谢后 便随着周贵妃往内殿走 墨神医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可只是开了一个口 就被皇上打断了 墨神医想必是累了 扶墨神医下去休息 侍卫进来 半强迫性地将墨神医拖了下去 秦太医悄悄地抬眼 直到墨神医消失在转角 秦太医这才收回世界 萧王妃又给了她一条新思路 墨神医离身败名裂 不远了 两个主角走后 皇上也没有久留 带着秦太医离开 君臣二人挥退下人 不疾不虚地往义政殿走去 那两人你怎么看 皇上开口 秦太医对以思索便答 墨神医不是萧王妃的对手 墨神医老了 皇上今天请临出酒入宫 除了应墨神医之球外 也有试探的意思 皇上应了一声 没有回话 可作为帝皇心腹的秦太医 却明白 皇上这是放弃了墨神医 没有皇上撑腰 又得罪了萧王 墨神医还能风光无限地 做明满四国的大神医吗 秦太医垂谋 眼去眼中的金光 临出酒进去时 安王早已醒了 见到周贵妃与临出酒同时进来 安王眼中闪过一抹亮光 苍白的脸露出一抹浅浅的笑 母妃 林 黄神 安王双手撑起 挣扎着要起来 临出酒忙道 安王不必多礼 你身子虚 还是躺着的好 明明年纪比人小 还要端长辈的架子 临出酒有那么点不能接受 坐起来还是可以的 萧子安执意起身 周贵妃向前帮忙 在她身后塞了一个大靠枕 似抱怨又骄傲的道 这孩子一向如此 哪怕面对我也不肯施力 安王很好 临出酒顺着周贵妃的话赞道 却不想 萧子安却因此耳根一红 不自在的道 哪有母妃说得那么夸张 临出酒玩耳一笑 只当萧子安面皮薄 周贵妃却是心一跳 她了解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可不是被人夸几句 就会脸红的人 周贵妃抬头看了临出酒一眼 见临出酒一身酱红长裙 端庄又不失俏理 交好的五官配上自信清亮的黑毛 再加上沉稳自信的气质 怎么看都是一个优秀的女子 能轻易地吸引男子目光 再看自家儿子 看临出酒的眼神既专注又认真 也许她现在还没有别的想法 可周贵妃可以肯定 她的儿子对临出酒有好感 这可不行 临出酒是萧王的妻子 是子安的皇神 周贵妃见临出酒与萧子安相谈甚欢 脸色微变 可很快又收拾好表情 站起身 不折痕迹地上前 拉着临出酒的手道 你看我 你进来这么久 我居然也没有请你坐下 来来来 出酒 我们坐下慢慢聊 黄沈实在抱歉 一时欢喜 便忘了请黄沈坐下 萧子安亦是一脸歉意 却没有尴尬不自在 而是从容地道歉 没事 他是来看望病人的 这屋里也没有他可以坐的地方 现在病人看完了 临出酒也不打算多呆 我就不做了 安王身子还弱 需要好好休养 我在这里安王也无法休息 我先告辞了 面对周贵妃和安王母子感激的眼神 临出酒受之有愧 可偏偏 他又不能把秦太医和萧天耀卖了 只能尽量避开这两人 半江丸 也许是风味 就算两次最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